接下来 师父 请问法华经第26品 陀罗尼品和其他品有提到 如果对念法华经人不恭敬 会遭到不好的果报 这样会影响身边的人吗 好 去失去慈悲心 听好 所谓不恭敬是起恶心 大家听经佛法不要看到 哎呀 这有果报 这会地狱 你要去正确理解 是说 假如举个例子 有人正是在跪着送法华经 或在拜法华经 突然有一个人说 写的笑诶 念经是没有用 他起恶心故意毁报 他就有果报 但是你不要说 哎呀 师父我送了经 我让他跺地狱 是不是我的罪过 奇怪 又不是你 让他起恶心的啦 很多佛教徒常常 学佛还是什么 两个端 极端 要嘛就一直贪功德 哪个最快 最快 最快 要嘛就问 师父 有罪过 会堕地狱啊 这很可怕 佛法不是这样理解 你要理解完整 中庸之道 所以你要了解 对于念法华经 不公敬的人是他起恶心而毁报你 那是他的业 再讲的更白一点 注意听 虽然他不信 毁报法华经 是有业 可是当他业静的时候 因为他看到你读经过 所以他将来跟妙法莲华经 还是有有缘的 所以这时候你应该生大悲心想 我将来成佛的时候 应该度他 师父请问什么叫佛陀 佛陀简单的讲 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 第二佛教徒一定要归吗 答案是 假如你是一个学者 读遍三千大千世界的经论 你却不归一 这不叫佛教徒 佛教徒的定义就是 第一个要归一三宝 第二个在印度更严格 是要受三归五戒 才叫佛教徒 那现在大乘佛法开源了 所以起码要归一三宝 第三个 相分与见分有何不同 你的这些问题 都是佛学词典的问题 你应该先去查一点 佛学字典再来问师父好 相分跟见分听好 这是为事 我想你先去查佛学词典 再来问我吧 好不好 不是我不愿意问你 至于你私人的问题 我会打电话给你 师父 请问 外道也借用我们的佛经 来宣扬佛法 那么如果那些可怜的众生 因为不知道那是外道 而精进修行 所谓的佛法 请问他们也得到解脱吗 答案很难 原因是他不知道正知正见 举一个例子 就像你在花园里 你想要种西瓜 结果你是买冬瓜 种子去种 那你一直种一直种 你还是会长瓜 可是是冬瓜 不是西瓜 那你讲外道用我们的经典 没有错 佛法在中国流传很久 道教也念金刚经 道教一贯道也拜大悲咒 也念普门品 这个在佛门来讲 他只是种未来无量节 得度的因缘 这些众生你不要太担心 观世音菩萨会度他 轮不到你 你不用太担心 除非他发生在你的家人 或亲朋好友身上 所以换句话说 他是应该这样 多生多节 他可能是其他宗教 修福修会 人天善法 然后从一贯道 念观世音菩萨大悲咒 可能要好多事 他才会变正性佛教徒 所以从这个角度 不要否定其他宗教 第二 他虽然用佛教的经典来传法 其实那只是节缘而已 很多人甚至一贯道 用金刚经去解释 他解释的是一贯道教育 并不是正知正见的佛法 那是他们的缘 他们虽然想精进 可问他会得到解脱吗 会中解脱 无量节无量节的缘 但是不太容易 师父 对不起 我要问的是 您出家的时候 有没有退过道心呢 我有遇到困难过 但我从来没有退到道心 这是讲真话 第二 昨天听你讲苏通波 跟佛印禅师的故事 让我印象的很深 是如果有个人 一个早上 一打开门 就看到一副棺材 这是好预造 还是坏预造呢 一打开门 就看到棺材 答案是 好的 恭喜你会发财 这是真的 有人说 看到和尚 就输光光 错 和尚头光光 输光光 错 看到和尚是很吉祥的 一打开门 看到棺材 的确 这以中国周公解梦来说 这是好的 会发财的 但是发财还是要去努力的 第三 六祖会呢 大师说 不落善 不落恶 是什么意思 好 这个我刚才前几天讲过 有说过 佛法有生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告诉你 不要造恶 造恶会多地狱恶鬼畜生 接下来第二个阶段 要叫你修功德 告诉你很殊胜 殊胜 你已经有多少的功德 可是在第二个阶段里面 你就会执着 功德大的 你就做 功德小的 你就不做 所以为了破除你的执着 第一个三个阶段 就要告诉你 不思善 不思意 不思善 不思恶 叫做思维第一 异地 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 你不太容易一下做到这个阶段 读六组弹经 跟金刚经很好 但是还是要好好踏实地 以我刚才讲 以拜佛 忏悔 诵经 开始下手 师傅 如果在图书馆界的 DVD MP3 可以复制 一份作为吗 你会遇到 犯偷盗戒吗 答案是会的 你要问本人 除非他的DVD跟VCD 后面的也说 欢迎翻译 广为流通 假如他有著作财产前 幸好 有些会附上电话 或是网站 你还是要很认真的 Email给他 经过他同意 服地址是要严守 不可以偷到的 copyright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一点大家要谨慎 第二个 穿着海青曼衣 可以做大礼拜吗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除非你光着身体 那就不太庄严了 第三个 金刚萨夺百字明 要有口传吗 答案是要的 这是西藏佛教的内容 我做 这几个问题比较简单 我待大了一两分钟 不然我明天晚上呢 可能就答不完 一个本性善良的人 却时常会无意中碰到 或交上外道的修行人 甚至常常不小心 在修行路上会误入歧途 请问他前世 是不是中过外道的因 答案是对的 你自问自答了 在《愣言经》里面说 有些众生叫外道种性 就是说 他在过去五量节里面 他学过佛法 也学过其他宗教 可是他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很不幸 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 没有遇到好的善知识教他 甚至呢 他的烦恼很出众 看到佛法的时候 自己误解或毁谤 因为毁谤三宝的因 所以来生他中到外道种性 那外道种性在来生的时候 他很想修行的时候 刚开始他会遇不到 正法的善知识 他会遇到呢 通灵的啦 三世因果的啦 或奇奇怪怪的鬼神教啊 或民间宗教啊 或佛教跟道教混合不清的 他会走很多冤枉路 其实不要难过 那是你的业 但是因为他毁谤过佛法 当他的业 颤足清净的时候 他还是会遇到佛法的 举一个例子像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 他生生世世都释迦摩尼佛最大的冤仇啊 死对头啊 可是他生生世世都还是佛教徒啊 可是他生生世世呢 心中贪嗔之的烦恼还是很强的 所以遇到这样的怜友 其实不要难过 是你自己 或是你其他的亲人旁好友 你都应该在佛前面真诚的忏悔 忏悔 有惭愧心跟清净心 你这个外道种性的因 就会忏除 接下来精进的念 三十万遍 一百万遍的六字大明咒 或观世音菩萨 或地藏菩萨 你就会遇到正知正见的佛法 听考不要认为师父太严格 我叫你念这么多 你才会忏除你无量节的罪业 因为我自己念过 尤其你要进入金刚称 你更应该要有大功德福德因缘 感人的法师为我们说法 诶 四豪啊 为什么他们会选你做私仪呢 哦 因为我在股市里大家都说我玩皮 所以要需要我做私仪 再接下来做功课 成功的大私仪 以后长大现大丈夫像 哎呀 我不懂为什么 做大家的丈夫还要加一个大儿子呢 那你就请法师为你解释吧 诶 四豪 你这是没礼貌的 你应该要跪下来请问法师 法师 你可以帮我解答我问题吗 可以 请说 不用钱 没问题 你说 我怎么才 有一个大丈夫的那个字大呢 大丈夫的意思 在世间的话 男子汉就是大丈夫嘛 在出家的话呢 出世间的话 出家才叫做大丈夫 这样你满意吗 不满意 不满意 剃头的话就会满意吧 诶 四豪 我们还要说依教奉行呢 好 谢谢 依善奉行 简单的说 大丈夫就是不管事出事间 你说很多事情 有勇气 有承担 这就叫大丈夫 那出家的话 是很了不起的决定 所以叫做大丈夫像 感谢法师寄信的开始 我终于明白了 谢谢 众心感恩法师的工法 请翻开讲义四十九页 第十八行 丙武禅纳波罗蜜 复习一下 六度波罗蜜 第一个 不失 是对自己的贪心 跟吝啬心 第二个 实戒 是对自己不要造恶业 第三忍辱 是对自己 不要生起 称慧的心 动不动就发脾气 第四个 精进 是对自己 不要有懈怠 跟放逸的心 尤其是特别 懈怠的心 第五个 缠纳波罗蜜 是对自己 不要有散乱的心 我们凡夫的心 好 很容易散乱 因为我们从早到晚 要面对家庭 婚姻 事业 工作 朋友 人与人之间 相互的互动 所以我们的心 往往是往外跑的 所以 我们要修 禅定波罗蜜 禅定波罗蜜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 会让你的心 更平静下来 叫做静律 安静的静 思虑的律 第二个 在你慢慢看到 自己的心的时候 最后会认识了 佛性 而能够 见到自己的本性 现代的人 尤其现代人 都很依赖科技 比如说 手机 电话 然后 电视机 洗衣机 传真机 烘干机 全部都是机 结果呢 现代的人 也很喜欢用电脑 电脑是一个 很方便的 工具 但是电脑 也是一个 很虚妄的世界 我自己也用电脑 平常我若不讲 金红法的话 我很少用电脑 为什么呢 我发现现在的人 如果太喜欢用电脑的话 你的心会迷惑在电脑里面 你的心会迷惑在外面一个 多彩多姿 虚幻不实的世界里 佛法刚好相反 佛法是告诉你 外境是虚妄的 反过来 要透过禅定波罗蜜 去调伏你的心 尤其是调伏你散乱的心 或是昏沉的心 或是各种烦恼的心 所以禅定波罗蜜很重要 昨天介绍了释迦牟尼佛 在尼连长河 以及 这个菩提加也 他昼夜二十四小时 随时随地都在入定当中 所以佛陀的心是非常的清静 而且祥和的 然后因为清静当中 会升起无量的智慧 同样的传到了 不管南传 北传 藏传 西天东土历代的祖师 或高僧大德 其实他每天 都不一定做给别人看 但是他都要精进的修 禅定波罗蜜 今天看四十九页 第二十四行 丁二 菩萨的禅纳波罗蜜分二 物一总说 诸菩萨有十六种 禅纳波罗蜜 诸生文独觉之所无有 何者为十六呢 请翻开 第一五十页 现在他先把这十六种 先练出来 我先念一遍 让你了解内容 在物二别显里面 他会一个一个解释 第一位 一位不取食禅 第二不着胃禅 第三大悲攀缘禅 第四三魔地回转禅 第五起坐神通禅 第六心堪能禅 第七诸三魔波地禅 三魔波地是翻成 从印度梵文翻成了 我旁边有写巴黎文 三魔波地 他三魔波地是我们现在用波波波念 在唐朝的时候念 三魔波地 第八个叫做 极净负极净禅 第九个 不可动禅 第十 离恶对禅 十一 入智慧禅 十二 随众生心行禅 十三 三宝种不断禅 十四 不退堕禅 十五 一切法自在禅 十六 破散禅 如是等 十六种 是为禅那波罗蜜 在这里我要简单的总说 什么叫禅 注意听 佛心就是禅 我再讲一遍 佛心就是禅 什么叫禅 具体的说 你的心如如不动 在明白跟只宁静当中 可以生无量的般若智慧 这个就叫禅 我再讲一遍 就是你的心明静如如不动 在明白明亮的明 很明白很清静当中 很宁静 这个时候它会生 无量的般若波罗蜜 智慧都叫做禅 可是凡夫一下子达不到 心如如不动 凡夫的心都是乱动的 像在脱江的野马 在草原里面乱乱的跑 也像在动物园里面活蹦乱跳的猴子 各位看过 在动物园里 新加坡也有动物 你知道吗 很有趣的是 我们去看动物 很多的爸爸妈妈教小朋友说 来你看 这是动物园一号叫猴子 你知道吗 有漫画里面呢 胡爸爸告诉胡妈妈 而且呢教小孩 你看外面那是零号 叫人类 我们看动物 动物也看我们 但是用这个例子举例是说 我们的心啊 常常像猴子一样 猴子在树林里面都喜欢当秋千 你看 他右手抓了以后呢 荡下来他一定要另外一个手再抓一个 然后左手呢 抓完以后呢 再晃一下 他一定要再抓一个 你这样子两个都不刷 那蹦 他就掉下来 这个比喻什么 注意听 我们修禅定 波罗蜜 就是要对峙我们的心 就像在森林里 荡来荡去的那个猴子一样 我们的心从来没有停过 所以禅定是很重要的 那因为禅定很重要 所以简单说 就有止静 静中禅 第二个 动中禅 第三 行坐坐墨都是禅 我先讲这三类 讲的太多你头脑会很复杂的 注意听 第一个 因为我们的心很散乱 所以你到了寺庙来呢 师父要教你像禅坐般 禅坐 然后呢 修七只坐法 盘腿 不管单盘 双盘 眼关鼻 鼻关心 就是关在那边 刚开始真的很不舒服 为什么 哎呀 尤其是过动儿啊 或是一般人 你好动习惯 你要觉得 我坐在这干嘛 真无聊 浪费时间啊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你习惯啊 你要调伏你的心 调伏你的心 就像教你的小朋友呀 小朋友有时候是很听话的 可是小朋友有时候也是不乖的 同样我们的心 就像一个顽皮的小朋友一样 其实常常都不听话的 你现在呢 想要晚上睡觉了 结果呢 他还在胡思乱想 哎 你就失眠了 所以我们的心啊 从早到晚 我们都没有停过 再讲更白一点 我们从无量节轮回 做众生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停过 出生的时候呢 爸爸妈妈忙着生孩子 然后你来到了人间 开始很好奇 长大 接下来慢慢读书 工作 有些男生当兵 对不对 开始呢 成家 立业 生小孩 买房子 然后呢 送自己的爸爸妈妈过世 老病死 其实我们一辈子很忙的 我们从来都没有让我们的心停过 就算没事呢 有些人也觉得挺无聊的 要找一些事情做 所以我们的心永远往外跑 所以必须第一个叫你修 静中禅 就是要强迫你 眼关鼻 鼻关心 肩膀放松 眼关鼻 鼻关心 就要单盘 然后你开始 啊 很痛也 受不了 死的时候 比这个还痛 所以你要训练 这是第一个 初等的功夫 慢慢你才会看到说 哎呀 我的心啊 原来这么乱 有人说 师父我本来没有念佛 我一念佛才知道我的心很乱 那听好 不是念佛是因 你的心很乱 是果 这是错的 因缘果报不是这么解释 是你的心本来就很乱 你从来没看过 结果你因为念佛 不管你阿弥陀佛 念观心菩萨 释迦牟尼佛 你药师佛 你在念佛跟静坐的时候 哎呀 你才看到你的心 我第一次 大概25年前的时候 在石头山 有一个老和尚教我打坐的时候 我在打坐的时候 我打得非常非常的清凉 我大概坐半个小时 我才知道 哇 我从出生到现在 从来没有这么宁静过 因为我在学校里面 虽然也不笨 也读书 也做很多事 可是我从来都是心往外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我自己的心 原来我们的心可以这么宁静过 这么伐喜过 从那个时候 我就很喜欢打坐 各位不要认为 我只是念阿弥陀佛 或西藏佛教 其实我很喜欢打坐 我看很多经 甚至可以告诉你 打坐呢 本来呢 你要三个小时要读完的书 我一个小时就读完了 所以 佛法是绝对对你的生命有帮助的 因为它调伏你的心 所以我在学校里面 诗砖是五年 十个学期 我是全班第一名毕业的 为什么 我的秘诀就是诵经念佛跟打坐 人家三个小时都读不完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打坐一下 一个小时我全部都读完了 还有两个小时 我可以做非常多的事啊 可是我们凡夫呢 我们的心都是往外跑的 所以当你工作做完 耗尽了体力 你的心都很累 所以回到家里 我先建议你 先洗个澡 还没有吃饭之前 先静坐一下 十分钟也好 十五分钟也好 你的心就会宁静 然后你的身体 四大地水火风 就会像一个平衡的机器 Balance Machine 你们学习完听的 就是磁场跟能量呢 就得到最宁静了 的确如此 那时候你一天的疲劳啊 就消熟了 然后这时候 接下来你在做你的功课 或做你晚上该做的事 所以禅定是很重要的 所以鼓励大家 应该找新加坡有开佛学的班 禅坐班 不管是南传的禅定 大乘的禅定 金刚乘的禅定 都可以去学 所以我们要常常训练 我们的心 这叫静中禅 第二类就叫动中禅 就是说我们在安静的时候 你可以控制你的心 看到你的心 接下来出定以后 回向完 你就要训练 我刚才那么宁静的心 可不可以让它保持呢 也就是说 它的时间 可不可以再长一点点呢 可以 要训练 不但打坐如此 念佛也可以 念咒也可以 注意听 假如你念 阿弥陀佛或释迦莫尼佛 都要是佛 或念观音 地藏菩萨的人 都很好 为什么我要鼓励你念呢 一百万遍 三百万遍 一千万遍 那是要 怕你 这个太懈怠了 对峙你的 所谓的 懈怠心 所以要有 精进波罗蜜 接下来 假如你真的很用功 念佛的人 注意听 就开始要训练自己 不要呢 心里念 嘴巴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是如来 要是如来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可是你的心 却很散乱 这样的有点可惜 你要训练他的效果 也就是说 真正念佛的人 早上他念半个小时 回向完以后 他整天早上 心都是很清凉的 这才是你念佛 有力量 不会说念佛 一结束了完以后 就回到红尘里 那表示你的功夫 还是不够的 要训练 假如你真正念佛 很得力的人 什么叫得力 就是佛号可以转变你的烦恼的人 你到了公司行号里面上班 人家跟你讲的东西 你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可是你的心 就像刚才打坐一样 还是宁静如止水 外面的东西 你还是清清楚楚 但是它不会干扰你 假如你功夫再更深一点的话 从早上 然后一直到下午 一直到晚上 在你睡觉前 你的心都很宁静 这个时候你什么会感觉到呢 在寺庙八观灾界的时候 或是打佛期的时候 或打禅期的时候 或是闭关的时候 你会感受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你暂时可以放下 世俗的工作 没有世间家庭世俗的干扰 你的心可以完全安住在修持上 这个必须要靠各位去努力跟体会 你才会体会到这个 所以第二个叫做洞中禅 第三个叫行柱坐卧都是禅 这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境界了 它是意思说 我在静在动 然后呢 有人喜欢用什么山水禅啊 异树禅啊 可是我觉得 那个都叫做狗头禅 不要讲得这么高 学佛不要骗自己 我们是凡夫 当然除非你是多生多节修来的 你可以善根能够发露 你修禅能得定 可是很多人我觉得 现在东南亚的佛教呢 禅都是变成口头禅 花也是禅 扫地也是禅 没错 那你必须要透过静中训练 动中训练 到动静都不二的时候 行柱坐卧都是禅 那你才会有受用 受用的是说 烦恼来的时候 你能够调伏自己 烦恼来的时候 你知道它是无常的 是空性的 否则呢 你有些大乘佛教弟子呢 学着觉得自己都很自在 这也是禅 那也是禅 跟师父说笑话也是禅 甚至他说讲黄色笑话也是禅 那是软无心 不要骗自己 为什么呢 当业力现前的时候 你发现你讲的东西啊 通通都没有用的 真正禅的时候 它有界定会的功德力而升起的 比方说在这里 有些联友很喜欢禅定 一般大部分的联友 不太喜欢禅定 那是根据你过去 多生多节的修期 有些联友 假如你过去是天上天人 来投胎的话 你会很喜欢禅定 为什么 因为天上的人福报要很大 还有修饰无量心 不管 我们这边住的是色界 上面一层叫做 我们这边住的叫欲界 再上一层叫色界跟无色界 色界跟无色界的人啊 心都比人间的众生啊 心比较定 他的心是宁静的 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念头 所以有些联友 过去可能是从天上来投胎的 来人间行不乍到 他听到禅定波罗蜜 他就很好耀 在做法会的时候 他的心也很宁静 他不会呱啦呱啦跟他讲 然后东加长西加短的 也不会讲是非 他的身口意很宁静 这就是你过去是修来的 第二种 假如你做梦当中 梦到你做梦的时候是非的 那你过去是修过禅定 主要说我以前要学佛之前 有一个我的老师 他是我师专的一个老师 他就非常的有善根 虽然他道教也学过 他佛教也学过 最后呢他也是很虔诚的佛弟子 你知道吗 他打坐一打坐就打坐十年了 他一入定的时候是一念不生的 他的心真的很宁静 非常的有智慧 出国留学对不对 英文也非常好 古汉文也好 他学什么东西一学都会 然后呢 有一次我们聊天的时候 是因为他跟他的太太 度我学佛的 那他对我呢就像家人一样 有一天呢我们讲到禅定波罗蜜 他就很高兴 他就讲说 他说他做梦的时候啊 是用飞的 出门啊 是坐着莲花在空中飞的 他说太自在了 我爱去哪里都可以去哪里 然后呢不用像下面的人呢都有traffical jam 要塞车 我说老师你过去是呢 修过禅定 因为在禅经里有写 而且他出门的时候是用飞的 所以他的心比特别的宁定 然后他遇到任何的境界呢 他都不发脾气的 他很有智慧 因为他觉得发脾气不能解决问题嘛 你只会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啊 你应该用智慧去处理 所以这个呢 他呢心很定 所以后来他也是虔诚的佛弟子 写了很多教育跟佛学的书 后来在佛光山也是一位 很虔诚的佛弟子 所以到现在他们全家 就像围魔结居士一样 全家人啊都是佛教徒 很了不起啊 太太是佛教徒 她也是佛教徒 儿子跟女儿呢 都是考上了台湾第一流的大学 所以你看 真正呢也是可以修来的 所以当你讲行住坐卧都是禅的时候 你的心要真的很明静 要很明白 很宁静 而且这当中对世出世间呢 他了解是苦空无常无我的 常常生般若波罗蜜的智慧 所以简单的讲有动中禅 静中禅 对不起 第一类静中禅 二动中禅 第三行住坐卧都是禅 所以各位还是要从基本的禅定去训练 为什么要从基本禅定训练呢 这样子你才能够能够控制自己的身心 接下来再看五十页第六行 五二 接下来他解释 五二别写 什么叫不取食禅呢 不取食禅 不取食 顿号禅 就是说他不会执着所有东西都是实体的 为了满足如来所教导圣生的禅定故 这里的禅有分很多很多种 那我会基本简单介绍 让大家先有基本的概念 有些地方听得很深 不要生烦恼慢慢来 佛法本来就是浩瀚如海的 好在禅法里面有分印度禅 也有分成如来禅 也有分成祖师禅 印度的禅法 简单讲印度禅是小城的四念处 跟大城的四念处 这叫印度禅 禅到中国来以后呢 这个禅宗啊 中国人的根性啊 在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时候呢 中国人毕竟有道家跟儒家的人天秤基础 所以他在吸收印度来的佛法的时候 他比较希望广大无边的 像华元经 法华经 唯摩洁经 或像呢 般若波罗蜜经 金刚经 或像无量寿经 或讲进佛国土 因为这些广大的菩萨道 跟摩合般若波罗蜜的空会 跟进佛国土 是中国以前文化比较没有的 可是中国人那个时候 人天秤基础很好 所以每一个人修身养性呢 做人的基础都很圆满的 所以中国人就直接修大乘禅法比较多 但是相对的 他也要修小乘禅法 但是中国从宋元明以后 从历史演变呢 文化不一样 兵荒马乱 一直到现在呢 人的道德啊 都一直逐渐在下降 人与人之间呢 人天秤的这个基本的五戒十善 也不够清静 所以有很多人有曾经问过我说 师父为什么我觉得 我念华严经 法华经 般若经 我觉得so far away 就是觉得很遥远很遥远 答案是你很诚实 你也是很真实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大乘的菩萨道 所以你还是要从人天秤五戒十善开始做起 慢慢慢慢的你基础够 再来听闻这些六度波罗蜜 跟十地的波罗蜜 你就觉得很踏实 不会很遥远 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 不失 持戒 忍入 精进 这四度呢 你还听得懂 到了禅定波罗蜜的时候 你就会 好像听天方夜谭 很多东西我没有听过的 因为呢 你从来也都没修过 知道吗 所以如来的禅法 我刚才讲 什么是如来禅 佛心就是禅 你能够随时随地控制自己的心念 让自己的佛性现前 这就是如来禅 至于说主师禅呢 是中国的禅宗主师 为了因应中国的众生 不管用冷截经 般若经 金刚经 不管用什么东西印心 乃至最后教念佛的是谁 你未生之前 父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你为什么每天 拖着这个臭皮囊 到处跑来跑去呢 这些仓话头 是中国的高僧 应对中国人的根性 而开发出来一些的 善巧方便 这个叫做主师禅 印度禅 如来禅跟主师禅 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将来有机会再为大家介绍 我现在先讲到这里 重点是不要执着实体 不要执着实体 注意 这边有一个方法 当你在观想的时候 你念阿弥陀佛 念释迦摩尼佛 或者念观音或地藏菩萨的时候 注意听 当你观想佛菩萨 比如说你现在念地藏经 你观想前面有地藏菩萨 我大会里面呢 我就印了很多结缘品 其中有一张 就是弘一大师亲自笔画的 地藏王菩萨 上面写南魔地藏王菩萨 那是弘一大师亲笔画的 我很高兴 我多年前在一个地方讲经 十几年前在新竹 一个道场 一个我亲自看到 我拍了 所以那尊佛像非常的庄严 表面上你看起来不怎么样 可是你越看的时候越宁静 然后呢 当你在念地藏菩萨的时候 注意听 你要观想地藏菩萨 在你的头儿面前 然后呢 放嘴巴吐金色的光 或白色的光 或五彩的光 加持你跟一切的众生 然后你合掌 那你在念地藏经 这个要练习 我们大乘佛教徒 由于北传佛教徒呢 观想是比较差的 老实说 从我开始学佛二十几年 也很少人师父会教观想 为什么 反正你念了就对嘛 那么来当那的 一直念念念念念 念了半天 心还是散乱的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观想的方法 很可惜的是 很多的观想是中断的 那你不要担心说 哎呀师父 我这样观想会不会着魔 又来问题了 你真正一切为心灶 当你念地藏经的时候 有地藏菩萨加持 所以那个时候 你在观想的时候 就像观想你的 爸爸妈妈在面前 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 不管他在世或不在世 你以后怎么会想到他呢 你想到他的照片 想到他曾经为你讲过的话 所以观想的时候注意 就是把心放在那个面前 你知道他就在那里 你不一定要用心 哎呦奇怪 这个鼻子怎么又扭了呢 他的眉毛跟我看得不太一样 嘴巴今天特别红 你不要去管这些 你就把你的心放在那里 然后佛菩萨吐金色的光照你 注意这时候观想的菩萨 要像彩虹一般是透明的 不可以像后面这样 后面虽然是南传缅甸的玉佛 它是当然是缅甸玉了 有些是用木雕的 有些是同流经的 你不能观想呢 佛是硬邦邦的 硬邦邦的追听 这样会增加你的执着 所以观想的时候 要观想佛的身体是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这叫无实体 这里讲不取实 顿号缠者 什么东西就要告诉你 是没有实体的 还有些连友还跟我说 他很认真的观想 结果不小心呢 就没有了解这个道理 他观想有一天 释迦摩尼佛到他面前 突然他撞到他的头了 这很好笑 这就是你不了解空性的道理 事实上佛是没有形象的 所以注意听 观想任何的佛像 不管你大乘任何的佛像 都要观想像彩虹一般 是透明的 没有实体 这样子 这样的你的观想 才会帮助你 震入无我法 跟般若波罗蜜的空性 不但佛是没有实体的 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 你自己也是没有实体的 所有一切的众生 合掌坐在莲花里 跟你一起念 《地藏菩萨本愿经》 也是透明的 没有实体 要这样观想 这点很重要 第二 不着胃禅者 不贪自乐固 也就是说 不着胃 就是胃道 所以真正在过堂的时候 打禅气的时候 为什么叫你吃的东西 很简单 听好 注意听 这些禅经很重要 专心听 今天是最后一天 我讲多少就算多少 虽然我准备了很多 但讲多少算多少 讲不完还有下一次 半年以后 Part 3就会继续讲 注意听懂比较重要 不着胃 所以在打禅气的时候 为什么要过堂 就是告诉你 吃的东西要简单 很多的灵友 没有学佛之前 没有吃素呢 都要吃什么 燕窝 山珍 海味 其实注意听中国讲 饭饱私盈喻 学佛的灵友 要吃的健康 但是要吃的自然 还要吃的简单 我再讲一遍 健康自然跟简单 不要弄得很复杂 为什么 我们凡夫是需要营养的 每天都要食物 食物吃了以后 是让你消化 中国讲饭饱私盈喻 消化以后变成能量 就会变成你的体力 简单的讲就是经历 不管男重女重 你经历若旺盛的时候 你就会起淫欲心 你贪心就会很重 所以为什么叫你过午不时 过午不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其中就是降低你的欲望 但是在家里人有 我没有要强力要求你过午不时 因为你必须工作 你不要吃到最后呢 身体倒下去贫血 但我觉得在家居士 我说过 中午若吃两碗 晚上你吃一碗 晚上少吃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吃太多 烦恼会很多 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做噩梦 乱七八糟的 那因为呢 吃饭饭以后 你要精神 所以丛林里面 一直到我出家二十年 我都习惯 吃完饭我都会散步 为什么 吃完饭立刻睡觉的话 会准备猪 不好的 对 很难消化 对中医养生之道也很不好 所以吃完饭以后 假如你在公司很好 听好听好 那你可以呢 到你的办公大楼 出完了以后 外面呢 人行道的地方 去走一走 走个三五分钟 念念佛 念念咒 然后再回来 所以中国养生之道说 真正吃饭 不要吃太多 吃八分饱 的确 吃十分饱的话 你就会执着 你所吃的食物 所以为什么在大乘佛法里面 过堂 其实那些食物都很简单 你刚开始说 嗯 没什么好吃的 可是呢 慢慢训练会变成 好的跟不好的 你都能接受 营养够了就好了 所以这叫 不贪自乐顾 我们人啊 其实一辈子 对谁最好呢 答案是 不是对爸爸妈妈 也不是对师父 也不是对莲友 对你自己最好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今天觉得你发烧 哎呀 不行了 我可能会死掉 赶快打电话 我还去预约医生 然后呢 你假如家人呢 是他生病了 发高伤 哎呀 没关系啦 明天再说吧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啊 都怕死 你就说不行 哎呀 糟糕 对不起 我最近不舒服了 所以呢 其实人是对自己最好的 所以这个 学佛的人 尤其是要学禅定波罗蜜的人 要学呢 知足跟常乐 要学淡薄 这样子你的心 才会真正得定 你不可能啊 禅定的修得很好 结果呢 你什么东西都很贪心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禅定当中 它会净化你的身心 调柔你的身心 自自然然 你对五欲六成 就会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这一点要加油 第三 大悲攀缘缠者 视线断珠 众生烦恼 顿好方便故 哎 你会说 为什么叫大悲攀缘缠者呢 大悲心是很好 接下来 听好 大悲当中 它有杂染心 叫做攀缘 那你要斩断 这样的攀缘心 叫大悲攀缘缠者 举个例子 十五年前 多年前 我有个师兄弟 跟我同门师兄弟 这个 在同一个师父 坐下出家 他人很慈悲 可是哦 他的心很散乱 他的禅定波罗蜜就很差 他就在诵经的时候 他就打瞌睡 然后他就说 师兄我没办法打坐 我去做其他的事情 放假的时候呢 他专门往居师家跑 他说师父你来我们家 欢迎欢迎 我来跟你结结缘 我常常骂他 我常常骂他 不要乱乱跑 少去乱攀缘 你跟人家结什么缘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他虽然有慈悲心 但他呢 是不清静的慈悲心 反正是有攀缘 有目的的 所以他的心 就是往外跑的 对不对 他常常被我师父骂 我也劝他 劝到最后 我说你看着办吧 你再这样跑的话呢 你继续轮回啦 对不对 出了家 生命应该很宝贵啊 对不对 你应该好好学 戒定会啊 闻师修啊 诵经 念佛 打坐 或是为常住做事 可是他一有空呢 心就往外跑 这很可怜 为什么 他的习性 他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大悲心 虽然是很好 但是大悲心 你有所求的时候 就变成大悲攀缘 所以什么叫攀缘 什么叫随缘 简单的说 你有目的 这就叫攀缘 你无目的 你就叫做不攀缘 还有攀缘的时候 心一定是不清静的 杀缘 不攀缘的时候 他心一定是清静的 所以要视线 断诸众生 很多贪嗔痴的烦恼 这样子的学习的禅法 叫大悲攀缘禅者 第四个 三摩地 回转禅者 回转是指你的心 不要往外面的静跑 而转过来 要往内心看 叫三摩地 回转禅者 各位看 我今天剃光头了 因为最后一天 有点冷 和尚的头是蛮敏感的 但是你看我们的眼睛 可以看见三千大千世界 像我坐在法座上 你们每一个人 有没有打瞌睡 有没有专心听 我是看得一听二楚 但是凡夫很可怜的就是 当他有两只眼睛 还变成四肌眼 或是八只眼 斗肌眼的时候 人的眼睛都是往外看 可是他看见 三千大千世界的东西 可是人的眼睛 看不到自己的眉毛 对不对 我现在看不到我的眉毛 除非你拿一个镜子 镜子一看 哎呀 我今天的眉毛又多一块了 对不对 哎呀 对不对 那这个屁欲是什么 这个镜子就是 三摩地回转禅 它要让你自己 心不要往外面跑 透过禅定的功夫 反过来 看到你自己的心 所以他们讲 因为一般的凡夫呢 是什么 攀缘 欲戒为缘 欲戒就是我们生的这个世界 有财色名十岁 我们都希望舒服一点 多一点 好一点 我们总结呢 觉得不够 所以我们的心就会往外攀缘 一双鞋子不够 要三双 三双要五双 五双要十双 对不对 是让我们只有两个脚啊 对啊 我就建议你啊 保留三双鞋子 第四双鞋子就开始去布施吧 那有些呢 莲友呢 他非常爱庄严 非常喜欢挂耳环 对不对 庄严是很好 不是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七 都要挂不同的耳环 那表示你的心啊 还是很攀缘的 两三个庄严就好 不用太多 你想想看 你一对耳环啊 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众生的 所以老实说 我觉得现在大家说 经济很不景气啊 大家生活很用 很辛苦 有很多原因 最重要是你要学淡薄 要知足 今天回家做一个功课 make a list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看看什么东西 你花了很多钱 第一 打高尔夫 第二 逛街 第三 买皮包 第四呢 周末shopping 很多东西可以删掉的 当然生活必须品 教育孩子 买家里的必须用品 这些都可以啊 应当生活的 本来就应该生活 当用则用 当审则审 可是你若不从这外面的东西 把它砍断的话 你是没办法断理 攀缘欲界的这个 攀缘心的 所以禅定不单单只是 坐在那里 它可以升起智慧 让你有更清静的心 是处理很多的人事物 接下来看第五个 起坐神通禅者 就是 它的确禅定当中 会知道有神通 知道一切众生的心念 跟它的行为 注意听 当你的心很清静的时候 心静如止水 它像一个反射的镜子一样 众生它想什么 你真的是知道的 一般人我们刚才说过 你的心都往外跑 经济一直往外跑 现在抓回来训练你的心 当你心静很宁静 心静如止水的时候 你自己动什么念头 你知道 外面人动什么念头 你也知道 这个叫做禅定理而生 智慧的能力 所以这里讲神通 神通 注意听 神是指神奇变化 通是指通达无碍 什么是神通呢 智慧就是一种神通 有一阵子我们商业经济的学生 都一直觉得师父有神通 我骂了他们一顿 我说不可以这样讲 这叫打妄语 因为他觉得 什么我心里想什么 师父当然知道 我说我看你的行为 看你的谈话 你最近有没有进步 你有没有最近在混 我一清二楚的 假如我都不清楚 我怎么有资格做你的老师 甚至做法师教你呢 对不对 所以你心越清静的时候啊 你修自他交换 你去体谅别人的时候 你的心会心静如止水 举个例子 假如说心有一百层的功夫来讲 一般人心都是什么 一分两分而已 或是最多十分而已 跟工作有关的 他是很头脑很清楚 跟工作没关 他就装傻 I don't know 其实我告诉你 心啊 谁呢 可以最敏锐呢 我告诉你 小朋友 你不要看小朋友 像刚才我看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很可爱 他拿着他兔宝宝来听经 然后在灯烟呢 那个要什么 往生走的时候 我看他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点 他的心是很近的 小朋友其实啊 是比大人更会察言观色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前身一投胎来的时候 他来这个人间呢 最多的只是呢 喜欢巧克力啊 糖果啊 或是碗而已 他这个爸爸妈妈照顾之下 他并没有需要社会的污染 所以我们常常比喻 文殊师利庙童子 菩萨叫做童子生 是他的心啊 永远保持赤子之心 但是他长大以后 他烦恼就开始很多了 为什么 烦功课 烦朋友 男朋友 女朋友 对不对 要烦事业 要考试 要升学 要竞争 你看他烦恼就很多 所以大人啊 烦恼是特别多的 因为你的社会责任太大 可是这时候要训练 你的心啊 更应该要宁静 有宁静的心 自然产生神通 那个是一种智慧 听好这个神通 不是从外面来 注意听好 因为讲神通波罗蜜 所以我会多讲一点 神通有几种 我没有写在上面 请你自己写 第一个神通是自己修来的 界定会 就知道过去 现在 未来 第二种是 吃药 也会产生神通 你有没有看过 人家吃过马飞的 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呢 吃摇头玩 对不对 什么什么玩 因为呢 他进入那种 半昏迷的兴奋状态 药物也会让你产生神通 第三个 念咒 佛门的咒 跟外道的咒 也会让你产生神通 第四个是 外面的鬼神 附在你身上 也会有神通 这四种 我先讲这四种神通 先讲第一种 是修界定会的 比如说 你现在很认真 好好的修行 有一天呢 你做梦的时候 突然梦到一个礼拜以后 会发生一串好事 结果呢 你觉得 好奇怪哦 没有想到 我多年的朋友 一个礼拜以后来见我 结果很多年没有联络 真的一个礼拜就知道 哎呀 我一个礼拜前就做梦 你来看我呀 其实这是人的第六意识 在心很宁静的当中啊 他看到了未来 其实这没有什么 时间讲第六感而已 因为我们的心啊 本来就是广大无边的 是没有障碍 它是突破时空的 没有障碍的 第一个 就是内心当中 透过界定会修 而得到的神通 这个是真的 但是是跟亲近心相应 第二种 是吃药也会神通 是让你的心 所谓讲的自主神经 兴奋到了一个极限 它会产生幻境 那时候突破时空障碍 有人呢 比如说像 驾机啊 扶轮的啊 有没有 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看 尤其在道教里面 有没有 他透过画符啊 他可以呢 那个刀啊 刀啊 排在那边 或火呢 他走过去 为什么 因为他控制自己的念头 那有些是透过药物 有些透过咒术 第三个就讲咒 其实你能念 大悲神咒的时候 也会有神通 但注意听 那是必须你在 很虔诚的清静心 修大悲神咒的时候 你会看到 过去 现在跟未来 那个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但是也不要执着 第四种 就是我们讲 外来的鬼神附身 也会有神通 尤其现在 在东南亚 有很多很多的国家 都喜欢养小鬼 这是不好的 注意听 佛弟子 不可以养小鬼 自归一佛 永不归一 外道天魔 你不要相信啊 外面人讲的话 你对佛法要相信 甚至我还听到 不好的消息说 甚至有些出家的师傅 为了得到一些 世俗的利益 在幽民届众生的时候啊 也养小鬼 这样不好的 这是违反戒律的 为什么呢 你不要觉得养小鬼 尤其是听说在泰国 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 落后的国家 就常常会喜欢做弄这些 表面上跟你讲 供的是佛菩萨 后面中文是供的是血 那你要小心 这个有问题 佛不会用拿血去供众生的 知道吗 所以你要远离这些 不好的东西 有一些人呢 尤其现在经济不景气 听到有些特殊的方法 都给你发财 然后呢 你就说 哎 管他了 我先做了再说嘛 我赚了钱来做大户法 你得到的钱是不清净的 听好 世间的小鬼 就像什么呢 你的朋友一样 他有神通 你看不到的 他看得到 你得不到东西 他可以得到 但他得到你以后啊 将来你会 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你要付出 很多很多的代价的 最后连师父呢 可能都很难救你 所以各位要小心 举个例子 我台湾 我就曾经遇到这样 我在新加坡有遇到 很多有幽民借重跟干扰 也会来私底下找我 说说呢 除了你的业之外 跟烦恼之外 还有呢 你的贪心太强了 你只是看到眼前世俗的 我台湾认识一个朋友 很多年以前 十几年前 他也是虔诚的佛弟子啊 也念无量寿经啊 也念普门瓶 后来因为他生意呢 失败了 他就听到人家 刚刚说养小鬼 有用 结果呢 他就想 哎呀管他的鬼 也是众生吗 我就度他 刚开始他尝到甜头了 然后呢 就开始呢 慢慢呢 要找动物的血来 到最后呢 那当然呢 那个小鬼呢 一定要满他的愿啊 就你要什么 好你要发财 好我给你发财 下个礼拜 你那个工作计划 大家都在抢 他说好 我让你赢 真的他赢了 project他拿到了 结果呢 慢慢呢 他贪心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最后呢 他说 哎 我对你家这么好啊 那你总要报答我吧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也没有智慧的说 好吧 那你需要什么 我通通都给你 结果最后 他呢 赚到钱了以后呢 竟然那只鬼呢 要什么 要他的太太 要他的小孩 结果他家破人亡 妻离子善 一个一个小孩都死了 太太呢 也不见了 发疯了 我刚才说了